有一個sector都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醫美股 醫美股整體其實之前都曾經二炒過 然後又因為一些監管相關的東西 還有大使又堆下來下來 整股一下 今天也有些news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要整頓這些非法的醫美產品 所以就令到醫美股其實今天就打彈了上來 有兩隻 一隻是愚美醫療 一隻是醫師健康 其實不單是這兩隻 就是比較重點是這兩隻 相對上他們兩隻 特別是愚美醫療 其實還行一輪 嘗試今天來講做一個突破 另外一隻醫師健康 他之前破過的東西上去 整股完之後 其實今天就嘗試 也希望抽一抽上去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看回之前那些 你受政策影響 然後又比較不是一些很主流很熱門的板塊 就是看回之前那些的煙草股 就是賤子煙 或者一些教育相關 那這些醫美健康都是其中一個 有機會其實能賺到 又受政策打擊 然後那個基本面又好像改善了一點 又好像現在就叫做可以幫得到 整個如果符合規則的經驗環境的話 其實醫美股是有機會獲得資金流入 但有一個點 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是甚麼呢 就是這兩隻股 下星期一其實都會公佈業績 如果你看那個消息層面來說的話 還有那個技術走勢來說 這兩隻其實是可以去follow的 但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它是星期一會公佈業績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影響因素 所以看大家的取態 如果大家是比較進取一點的話 想部署一下 找一些股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差底短期可以突破一下 我覺得是這兩隻股是可以去留意的 但如果你比較是補償一點 或者你想補險一點的話 不妨又等它公佈業績 才去部署的話 我覺得是也可以去考慮的 還有這些股都是要做些甚麼呢 就是有些通關概念 其實可以找得到 因為你十二月 如無意外之 應該就是十二月中旬 中上旬 可能10號左右 就有機會香港和內地去做一個通關 也會找得到一個所謂的通關概念 雖然我不覺得是有甚麼很強 對它們這一類的股份來講的幫助 因為其實它怎樣查得起 都是在內地方面的增長 才可以給得到它們一個大的增長 和相對上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股值 這個也叫做一個短期的市場的憧憬 首先短期來說 我們看到消息層 希望一個比較改善一點 另外結束性向上一個突破 所以走勢上是可以去留意的 如果保險的話 可以就等它們兩隻股 星期一公佈完出來的業績情況 但是看它們過往來講 相對上就穩穩陣陣 又不是說很大的一個驚嚇 但始終又是甚麼呢 你要等一會就等一會就等一會 想偷步的話 你寧願就等一會就美團 美團看看能不能夠去 那個業績出來有些驚喜 帶動回升低市場 短期我覺得 如果它真的抽得到上去的大市 這一類型的股份 其實都應該是可以吸到一些錢 去流入去炒一下